4級巨峰海輪星期四晚約11時 登陸美國佛萊里達州大灣地區 最高風力但每小時225公里 造成超過100萬戶停電 喬治亞洲南部亦因為巨峰接近 引發龍捲風 共造成至少3人喪生 海輪引發巨峰及山洪步發警部 方圍遠遠超出沿海地區 一直延伸到喬治亞洲北部 及北卡羅來納州西部 當局說海輪的威力 足以摧毀建築物並捲起汽車 衝到內陸 佛州官員說 已經動員過民警衛軍救災 呼籲颶風路徑上的居民 遵守強制設離領 否則將會面臨生命危險